今天突然有个小朋友问八哥 活泼可爱的小蛤蟆可以给家里养 八哥告诉他可以 回家后八哥打算先用这个亚克力盒子 给小蛤蟆们做个临时的假 第一步搞点斧子土 在里面当基地 第二步在里面倒点水 第三步把小蛤蟆们倒进去 最后就可以盖上盖子了 他们的住处是很轻松搞定了 可是食物来源却让我难住了 我每天上哪捉那么多虫子给他们吃呢 想到这我突然灵机一动 家门口的臭水盆里 不是生活了大量的结绝吗 把他们用小鱼烙捞上来 然后倒进亚克力盒子里和小蛤蟆们一起养 这样等结绝们变成了小蚊子 小蛤蟆们就可以自己捕捉了 第二天我再来看他们时 发现亚克力盒子里到处都是小蚊子 这样他们的食物来源问题就解决了 三天后我把臭水盆里的结绝都抓出来了 整整一辈子的结绝 我打算模拟自然环境给他们造口生态港 生态港里的绿子已经准备就绪 先在港里铺上植物生长所需的复制土 然后营造出半水半陆地的地形 再在陆地摆上绿子 摆好绿子后就可以往里面加水了 加完水就可以把结绝养里头了 把结绝连通水一起倒进去就行 用喷壶给里面喷点水 最后把小蛤蟆们转移至新家 陆地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环境 而水里则源源不断的 为他们提供了食物的来源 我从此就可以解放双手 静静地观察小蛤蟆抓蚊子了 拔个小时后 我们再来看看小蛤蟆的生态港 发现生态港里的小池塘 水子清澈了好多 结绝们在水中偏偏起舞 清晰可见 陆地上的小蛤蟆们 则躲在小草下面 等待捕食的最佳机会 仔细观察 能看到钢内已经有一些结绝 有化成蚊子了 我打算今夜就守着这儿 好好观察 蛤蟆们在生态港里的生活情况 如果我就这么看 钢内的蛤蟆们似乎很安静 根本无法看到他们到处捕食的画面 要是我把视频播放速度 提升食倍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画面明显就夜闹了一些 一只小蛤蟆发现动静 打车上前捕食 一看四只马路立马就愣住了 吓得呆呆站在原地 应由他离去 这时候我更好奇了 如果一百倍的速度能看到什么 于是我把速度加到了一百倍 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小蛤蟆 跑来跑去到处寻找食物的画面了 接下来我不满足几百倍的播放速度 我直接把播放速度调到了十万倍 我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待了 原来植物也是会动的 一个月后 它们茁壮成长 能看出来个头比之前大了一圈 可是小池塘里的解决数量下降的非常快 平常我只能再捕捉一些昆虫给它们加产 有时候它们的食物也可能是知足 反正能抓到什么就喂它们什么 三个月后 里面就剩下一只蛤蟆了 它长得比其他蛤蟆都快 然后其他蛤蟆都被它给吃了 小池塘里的结决也都被它给吃光了 现在我只能天天到处找虫子给它吃 吃饭下已经很难再抓到虫子了 找了半天只抓到一只小枯叶虫 看看就这么小一只 怕它吃不饱 我只能继续找 没办法了 实在找不着了 行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仓鼠宝宝宝和花枝鼠宝宝哪个可爱 这个小奶星好能钓啊 还有一个谁 还有这个 这两个家伙都这么能钓呢 让它们一起钓好不好 你钓不住啊 哪个发生人都要钓呢 这个虎纹不怎么钓你看 这一只熊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看样子啊 它就比较安静 哎 它也开始钓了 还能钓 花枝鼠就没那么暴躁了 很安静啊 安静的美男子啊 它是一只安静的美男子 来 对比一下 大家觉得花枝鼠更可爱呢 还是金丝雄更可爱 我觉得都很闷了 特别是小时候特别可爱啊 特别的闷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好奇的想法 仓鼠宝宝能喝花枝鼠妈妈的奶吗 好了 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他们的妈妈 小花快能往里进去 小花在外面溜弯 不让她进去啊 它真会叫吗 这只没完没了 如果把这个金丝雄和花枝鼠从小一起养的话会怎么样 长大以后能不能和睦相处 但是好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金丝雄是比较敏感的 不准人家碰到 小花枝鼠的干嘛 小枝鼠在干嘛 跟着它进去 没有 对准人家碰到这个金丝雄是达的 有没有 它是小花的宝宝不是小花啊 虽然它是小花很像 玩的不亦乐乎啊 这个小花真鼠对这个精神是没有敌意的 起不过是很好奇想跟它玩玩 然而那个精神想吓得直直掉了 发现有一只好像不是他孩子啊 发现了 发现的不是他孩子 不是同类对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要抓住 保持可爱 不要恋爱